黑衣男在超商内操作ATM提款机 领超过程双手不断摆动 显得有些慌张 后后一跌筹票到手后立刻快步离开 原来他是名诈骗车手 戴眼镜身穿黑色外套牛仔裤 手拿安全帽 他就是涉嫌诈骗的彭信嫌犯 今年6月他假冒地检署人员 打电话给基隆一名老妇人 以对方涉及刑案成为人头账户 要求交出提款卡给地检署保管 户头两百六十万惨遭提灵一空 妇人才惊觉自己受骗 刑案发现追查将近半年的时间 才终于在桃园逮捕到彭信嫌犯 事后调查发现 彭信嫌犯家重经济优温 父亲是桃园地区养鸽大户 曾在赛哥中夺得冠军 赢得上千万奖金 嫌犯声称平常在家雇鸽子 父亲三天才给他一千元生活费 只是没想到因为一时的贪念 为了自己虔诚 记者朱金龙 邱小倩 基隆报道